我们在第二段的影片准备介绍强酸强碱的综合反应以及指示剂及其应用 那首先我们来看到强酸强碱这综合反应该如何去完成 那同学在国中学过酸加碱产生盐加水 好,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盐酸加氢氧化钠 那我们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说 第一个,首先一般的反应方程式,同学一定要先完成之后 第二个,我们需要完成第二个,叫做离子反应式 那会了离子反应式之后,净离子反应式 那所谓的净就是把一些重复的部分给扣掉 那最干净的叫做净离子反应式 那我们看第一个,反应方程式呢,酸加碱产生盐就是NACL 那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就是切一刀切一刀之后 NACL另外就是H2O,那这是盐跟水 那这是完整的反应方程式 那我们知道酸跟碱,那是可以解离的 所以离子反应式呢,强酸百分之百解离 所以盐酸全部变成氢离子和氯离子 那强碱产化呢,也是百分之百解离 它产生NACL跟OH- 那盐巴在水中百分之百溶解也会解离 因此产生NACL跟CL- 那水是弱电解值,所以它从头到尾都维持分子的状态 好,那这个解离状况写出来之后 那就叫做完整的离子反应式 那所谓的净离子呢,就是把重复的给扣掉 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到,在箭头 左边有绿,右边有绿,那就可以消掉 第二个重复的部分呢,左边有NA症,右边有NA症 那把所有重复的扣掉之后就叫做净离子 那打个简单的比方 那我们出来开业当老板,那有本钱 扣掉本钱之后就叫做净赚 所以净就是扣掉重复的部分 那剩下的叫做净离子反应式 那强酸强解的净离子反应式呢 就会变成H正加OH负 那就是酸跟碱产生水这样的一个反应 好,那我们再介绍强酸强解的综合反应之后 那我们第二个介绍呢,叫做莫综合热 那同学在国中一定也学过 酸加碱产生盐加水 而且是必定为放热反应 目前室温26度 我们准备进行酸碱综合 来观测其温度的变化 首先滴入2、3滴的分态指示剂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倒入无色的盐酸水溶液 那同学先想一下盐酸镜分态什么颜色 分态在酸性溶液呢,应该是无色的 所以我们看底下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那目前仍然维持在刚才所见到的室温是26度 那接下来准备倒入第二杯氢氧化钠 酸碱综合必定放热 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底下分态变成红色了 表示底下碱性加入 那由于中和放热,所以温度到40度 那在这边我们更精确讲到 深层一抹的水呢,可以放出56.0千焦二的能量 所以它的反应方程是 以热化学的概念去写的话 那就变成ΔH等于负的 还记得负代表什么意思吗? 代表原来反应物的能量比较高 深层的能量比较低 那对外做工放出56.0千焦二 所以最后水的能量是比较低的 那这叫做放热反应 好,酸加碱产生盐加水并且放热 这反应是同学要记得 那只产生一抹的水放热56.0千焦二 好,那以这个反应来解释 盐酸假设在室温之下 氢化那也在室温之下 酸加碱混合在一起之后呢 就会产生盐加水那变成是中性的 那我们可以从左右对照看到 它的温度是升高的 表示这个热量是对外做工 好,那再来这个白色呢 代表氢离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盐酸 它是强酸 所以在水中氢离子全部跑出来 那OH-呢就是这个负的 那水,现在其他大部分都是水 好,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示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范例 让同学来练习一下 那假设有1M的硫酸90毫升 跟3M的氢氧化那60毫升进行酸减中和 那记录它的中和热 如果强酸强减中和 它的末中和热是每末放出56.0千焦二 请同学试着计算 这个反应会放热出多少千焦二 好,完成反应的第一个部分呢 那就是应该把反应方程式给写出来 硫酸加氢氧化钾 那产生硫酸钾 一样就是切一刀切一刀之后 那正负去搭配产生硫酸钾跟水 那从反应式可以看到放出两磨的水 好,那第一步反应式完成之后 接下来应该找出末数做计算 浓度乘体积注意要化成公升 那变成0.09末 那这是硫酸的部分 那千焦花钾的浓度3 那体积60毫升变成0.06公升 那就是0.18末 所以我们把反应物的末数找出来了 分别有这么多 那在反应的过程呢 反应物是减少生成物产生 那减少跟产生 必须符合它的方程式系数比 也就是1比2比2 所以1比2比2 好,那这个用掉跟产生的用完之后 那最终我们去看到 反应物全部用完了 因此它们两个都叫限量试剂 我们最终呢产生水0.18末 那再回到刚才的重点 末中和热是产生1末的水放热56千焦耳 每末水放热56 那我们现在的水只有0.18 所以0.18乘上去就可以得到 这整个反应可以放热10.08千焦耳这么多 好,所以同学解题的步骤我们再重复一次 酸加碱产生盐加水 把反应式完成的 完全写完之后 再来找出反应物之间末数的关系 既有高1的化学剂量 那把用掉跟产生的比例最终算出来 可以得到水的量 每末的水放热56 那水只有0.18末 水沉下去之后 就是整个反应放热的部分 在认识完酸碱反应之后 那我们有比较简单的方式 可以了解这个物种是酸或是碱 那这个答案是有的 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酸碱指示剂 Acid Base Indicator 利用这种指示剂呢 去检释这个物种是酸 那一加进去之后 那另外这个物种就是碱 那指示剂的定义呢 它是会随着容易PH值而变化的一种容易 那会随着不同的酸碱程度 那进行不同颜色的改变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 那这叫做酸碱指示剂 那它的原理很简单 它本身呢是一种弱酸或是弱碱 那如果本身是弱酸的时候 那它就可以跟氢氧根离子 进行酸碱的反应 那如果指示剂本身是一种弱碱的话 那它就可以跟氢离子进行反应 那藉由这种酸碱的反应 那由颜色的变化 让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个容易呢 它的酸碱度究竟是在哪一边 所以这就是酸碱指示剂它的原理 那有些天然的指示剂 是我们常常在使用的 那比如说很多植物 我们萃取出来的容易呢 都是有机染料 那会随着容易酸碱度而改变颜色 那最左边可以看到紫橄蓝 那紫橄蓝的萃取液呢 在PH1就是比较偏酸性的时候 它是红色 那再来紫色 然后到中性偏碱的时候 变绿色黄色 那我们常常使用它是因为它在不同的酸碱 它的颜色变化是非常显著 所以质感蓝是我们常常使用的 那国中在同学一定听过也用过石蕊指示剂 那它是石蕊花里面萃取出来的东西 那这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酸性偏红色 那碱性偏蓝色 好那这部分呢 就是五六七就是属于它的中间颜色 那这待会我们会做介绍 那黑豆萃取液也可以 它在酸性呢就比较偏红色 那碱性呢是呈现绿色的 好所以这种天然指示剂 就可以简单的判断 那物种到底是酸或是碱 那指示剂的改变颜色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范围的 那以同学国中听过的分红指示剂为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偏酸性 它是黄色 那碱性是红色 好所以只要ph小于6.8 那就呈现出黄色的容易给我们看到 那相对的如果再大于8.4 那就是偏红色让我们看到 那刚才讲到的中间颜色呢 那接在中间那就应该是 红跟黄的混合色 所以应该是呈现出比较橙色的范围 好所以以前同学常会讲到说 那到底如果ph7丢进来什么颜色 那应该现在就知道了 它是一个混合色的一个概念 好那指示剂变色知道了之后 那我们来介绍一些常用的酸碱指示剂 跟它的变色范围 那同学在国高中比较常用到的 那应该这些就够了 那首先看到甲基层 它的变色范围是比较偏酸性的 在碱性是红色 那偏酸性是黄色的 好再来甲基红的变色范围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是在356 所以这是属于酸性变色的一个指示剂 好那一样碱性是黄色的 那酸性是红色的 在石蕊大家比较熟知的 那它的变色范围就是比较偏 像接近中性 那酸性红色碱性蓝色 那秀白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就看起来稍微淡了一点 好那再来分红刚才有介绍过 那最后分态 这是属于碱性变色很清楚的一个指示剂 因为它的变色范围是8.4到10中间 好它在酸性呢是比较偏无色的 在碱性是偏粉红色或是偏紫色 随着碱性不同 颜色也会有所不一样 所以这些常用的指示剂 都很清楚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这一杯的荣意 究竟它的变色范围在哪里 那只要对照指示剂变色范围 就可以知道它大概的酸碱度的范围 好那本节最后学习重点的回顾 第一个我们介绍了生活中的酸跟碱 酸就是吃起来有酸酸或闻起来有酸味的感觉 那碱呢摸起来比较粘粘 那吃起来有一点苦涩感 那就是碱 那历史上最导最酸碱定义的是阿瑞尼斯 那阿瑞尼斯他说酸是水容易产生H症 而碱呢是在水中可以产生OH- 那这叫做碱 那我们介绍了强酸强碱的中和反应 所有强酸强碱的中和反应 它的净离子反应式就会如同底下所示 H症代表酸 OH-代表碱产生水这个过程 就是强酸强碱的中和 那同学要记得中和反应是放热的 没墨水放热56000焦耳 好那指示剂是我们最后介绍的重点 那它的意义很简单 就是随着容易撇取值变化而改变颜色 我们只要去查清楚我们加了什么指示剂 那再去看它什么颜色 就大概可以去预估一下 我容易的撇取值大概是落在哪一边 最后感谢我们的制作团队 以及教授给我们的指导